有这样一处湖泊 只要有人站在这里说话 上一秒还清澈明亮的湖面 突然就会飘来乌云 并下起雨来 有好事者在这里做过不少试验 说话的声音越高 雨下的越大 而一旦停止讲话 雨也会随着慢慢停止 这种神奇的现象 一度被当地人认为是神仙显灵 认为是山中的山神 在响应人类的祈求 大家好 我是大胖 给各位说一个特别好玩 特别美的地方 而且这地儿的传说也相当有意思 这片湖泊地处 我国云南卢水县片马镇的东北部 在高丽贡山自然保护区内 湖水的深度一般 平均水深大约7米 面积也不大 约摸0.3平方公里 可以大致想象成 边长550米的正方形 虽说面积不大 但它的海拔可不低 大约3540米 没有公路可以到达这里 全程都需要步行 一路上山林颇多 山路崎岖 抵达这里得走上十多个小时 一句话总结 海拔高 水温低 行程时间短 湖内生物少 水质优异 周围雨雾缭绕 风景优美 是一个神话一般的湖泊 也正因为人际罕至 这里始终保持着 较为原始的生态环境 湖区的景色 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不同 春天 雪山融化的涓涓细流 从四面八方汇入湖中 漫山的杜鹃点缀四野 这里是一片苏醒的野生动物乐园 夏天 葱绿的林间百花盛开 云海茫茫 秋天 碧蓝的湖水 倒映着岸边金黄的树叶 秋高气爽 冬天 寒凝大地 这里一片寂静无声 除了美之外 这湖还有个特别之处 正如开篇所说 这是一个神奇的湖泊 只要有人站在这里说话 上一秒还清澈明亮的湖面 突然就会飘来乌云 并下起雨来 关于这部分 咱们放在最后解密 先说一说关于听命湖的一个动人的传说 在说传说之前 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从古至今 生活在这附近的一个少数民族 叫利利族 是一个特别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 可能大家较为少听到 但全国利利族的群众高达七十多万 比卡塔尔的国民都多 传说呀 当年利利族有一位上山采药的老人 他平日里就靠着采药为生 经常出入高丽贡山 对地形相当熟悉 有一次他一路寻找草药 不觉间走得深了 就莫名来到了听命湖的附近 本身海拔高就缺氧 爬山特别耗费体力 又泪又渴的老药农 十分疲惫的坐在湖边 并咬了几勺湖水来喝 因为古代环境污染少 喝一些大山里的湖水 溪流泉水 是很正常的事情 看着眼前闭波如尽的湖面 甘甜的湖水思思入喉 老药农开心的唱起了歌 可谁知 上一秒还平静的湖面 忽然就起了风 顷刻间乌云密布 下起了漂泊大雨 老药农赶紧起身 准备找个山洞躲雨 可就在他停止歌唱以后 湖面竟然恢复了平静 这让老药农十分摸不着头脑 难道是没得到山神的允许 擅自喝了湖水 导致山神发怒 司机此处 老药农对着湖面恭敬的大喊 大概就是一些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请山神原谅之类的话 毕竟以后还要常来山里采药呢 可谁知这几句话一喊 大雨又下了起来 惊得老药农赶紧闭嘴 可不一会儿 湖面又恢复了重场 老药农心思一动 莫非是讲话的声音导致了下雨 不会这么邪门吧 但他决定再尝试一次 果然只要一大声说话 湖面马上就乌云密布 老药农开心极了 他认为自己得到了湖神的认可 喝了这里的圣水 拥有了呼风唤雨的本领 于是兴冲冲的跑回到村落 将此事前后经过 告诉了族人们 这一下直接轰动全村 古人本就迷信 于是赶紧组织人手 在老药农的带领下 再一次来到了听命湖边 每个人都咬了湖水 喝上几口 然后一起冲着湖面大喊 结果不出所料 所有人都被淋了个落汤鸡 但他们是打心底的开心 因为这个发现十分的有用 每当气候干旱时 他们就会带着祭祀品和雨具 来到听命湖边 再歌再舞 祈求天神降雨 听命湖也从来不让他们失望 瞬间涌来大片乌云 倾盆大雨飘泊而下 当场满足村民们的愿望 于是村民们决定 将这里命名为听命湖 但事实上 就算他们不喝湖里的水 只要在这里载个载舞 仍然会下起大雨 时至今日来说 听命湖的神奇现象 在现代科学的探索下 并不神秘 接下来咱们就说说 为何一有人大声说话 这个湖就会下起雨来呢 原理其实很简单 听命湖位于低谷之中 四周都被高山环绕 山上植物密集 特殊的地形就造成了气流无法外溢 湖面上的水气无法排出 一直环绕聚集堆积在湖面上方 当这部分满含水蒸气的气流 一旦遇到强烈的震动 就比如声波 声音就是震动产生的嘛 就会使这些气流流动 相互碰撞之下 就会开始凝聚 水气一凝聚 那质量就变大了 当大到空气的浮力 拖不住的时候 就会变成雨滴落下 这其实呀 跟咱们日常下的雨 也差不多原理 本身雨就是水蒸气往上浮 因为水蒸气的密度低嘛 当达到高空时 温度降低 水蒸气预冷液化成小水珠 水珠越凝结越大 一直大到空气拖不住了 就掉落下来 变成了雨 唯一不同的就是 平常的雨是由于 预冷液化凝结 而听命呼的雨 则是因为震动凝结而成 话说回来 不管什么事情 一旦从科学的角度解读 听起来呀 就没那么浪漫了 还是呼风唤雨 来得更加潇洒 是吧 不过有一点 听命呼的景色确实非常的美 湖水清澈 一眼见顶 四周的树木倒映在湖里 使整个湖面看起来 闭波荡漾 宛若仙境一般 前面有提到 这里一年四季 更迭着不同的美景 不管哪个季节来这里 都能感受到 不同的视觉盛艳 水是双命之源 在听命呼的滋域之下 周边生长着超级多野生动物 你像野山驴 金丝猴 羚羊 甚至小熊猫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生活 每当这些小动物们 吸闹的时候 也会触发呼风唤雨的能力 有机会的话 听众朋友们 可以去 听命湖边走一走 但友情提醒 会比较累啊 毕竟这地儿 开车不能抵达 但为了感受一下 和山神 湖神 对话的魅力 也还是值得一去的 好 本期啊 就聊到这里 最后一句话 感谢各位 辛苦听完 没点赞的朋友 还放弃 长按点赞 支持一下 万分 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 各位